大家好,我是周博士 今天来坐高铁比较多 尤其是以前时代 高铁在城际交通的便利线特别突出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寒州东站的高铁交通 地铁可以到达寒州东站的地下驿程 而高铁后车室就在三楼 在疫情时代管控比较多 曾经高铁我很多时候在当日买票 甚至在来车站的地铁上买票 这里是车站管交通的一楼 二楼是买车票的地方 但我基本上不去 现在的人都在手机上买票 而且凭身份证 不需要出示实体车票 就可以进入货车室和上下车 已经到达车站的上了货车厅 货车厅里什么都有 包括餐厅上店等 如果你是支付宝会员 可以利用下高铁硅边货车室 里面有连食颜料招待 是个打发后车时间的好地方 后车店还有打印票针的机器 由于现在不需要车票 我主要是用来打印报销凭证 所以下地铁后 可以直接前往后车店后车 打印报销凭证 验尸的 不需要到其他地方 非常方便 对于几百公里的成绩碗 高铁还是比自己开车方便的 开车要几个小时 高铁基本半小时或者一小时就差不多 而且车次很多 后车时间很短 我经常上午在寒州办事 中午吃过饭做高厅 下午就可以在另一个城市办事 开车坐不到这里 后车店的路口是对应各个站台 你可以在电子屏幕上查询后车的地方 也可以手机上查 今天是我第一次知道路口一在哪里 我开始进入站台了 韩州东站是一个比较大的高铁站 站的还比较多 我现在我要乘坐的高铁已经进站了 这个视频到处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个点赞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